欢迎两位 你们俩应该算闪婚对不对 算吧 认识半年就结婚的 对 那是哪年来着 110年 你提出的 他提出的 结婚是他提出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年龄都差不多了 感觉俩人关系还不错 经人介绍认识的 结果呢 日子过了三年 到13年的时候就离了是吧 对 谁提出的离婚啊 我提出的 为啥呀 因为当时我们俩结完婚之后 跟我婆婆公公在一起过嘛 生活就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小摩擦 老是吵架 后来就决定离婚了 你决定了 你就同意了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是被逼的 这也能被人逼 后来在童年 你又提出了复婚是吧 对 然后你又同意了是吧 毕竟那时候已经有孩子了嘛 为了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就复婚了 那复婚以后 他也没让我消停过 他复婚也是他逼你的吧 复婚他提出来的 但是我父母也有意撮合 让我俩复婚 今天为什么来啊 就是复完婚之后 我们还是跟婆婆公公在一块住 之前就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 过得就不是很好 然后复完婚之后 那时候我就有想法 就想着两个人自己挣钱买房 好事 然后搬出去当过 这样的话 我婆婆公公他们自己也好过 我们日子也好过 省着在一起就是老是吵架嘛 搬出去了 搬出去了 那这儿啊 他复婚的时候 家里边也没钱 他非得搬出去过 那这儿我爸他身体也不好 得了那个鼓鼓头坏死 重体力干不了 然后我作为儿子 我应该从家也是干点力所能及的 然后他们在家可以帮我照顾孩子 后来呢 后来他就是非得自己过 不是搬出去了吗 搬出去了 我也是被他逼的 他又一次拿离婚 跟我说 不搬出去了又想离 你说他都离过一回了 再离我这个人也是好面子嘛 然后我没办法就顶着头皮吧 婚家之后怎么样分开过 分开过之后 就是我是想跟他在一起好好过 就没想到他的变化挺大的 什么变化 就是对我跟孩子就一点也不太好 家里事也不管也不问 然后因为我们买的房子就有房贷嘛 有房贷 有房贷就是一个月他挣钱 就是把那个一千八百块钱的房贷还上之后 剩下什么都不管了 家里的一切开支都是由我来支出 那主任两个人的开支 毕竟是男主外女主内 然后我就是月月花花 你一个月就挣一千八呀 那时候一个月也就挣三四千块钱 那剩下的钱呢 剩下的钱他都自己花了 然后有的时候手紧的时候 跟他要他就不给 所以在经济上面已经有分歧了 对跟我分特别轻 除了经济上面有分歧 沟通多吗 不多 什么状态呢 因为他做那个池庄美缝 就是干那些活 就是一些商场和超市什么的 因为人家白天营业呢 他就是晚上出去干 然后回来白天需要就是休息 就因为这个工作性的原因 我们就是分开住 这个状态有多久啊 有小半年了吧 那你现在怎么想呢 我现在就是说 我努力挣钱 然后把日往好了过 那你来这干嘛呀 都听你的呀 不是都听我的 就是来这的目的就是 现在这个日子就是 我也想好好过 但是过不下去这个状态 因为孩子像辅导作业呀 孩子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开销啊 然后家里的一些开销啊 他什么都不管 他挣钱不是说 房贷之后剩下就没有钱了 他那个钱就是花在自己身上了 给我跟孩子就一点也不花 我们家现在有一辆车 我觉得家庭就是一辆车就够用了 就是前一段时间吧 他又买了一辆车 又花了好几万块钱 就花两万块钱 那个是我朋友 他那车不要了 然后是个小轿车 我之前工作的那车 是个大车 也费油 反正自己开这方面 我就觉得吧 作为一个人 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谁家你说养了两台车 都是开销 对那你们现在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 这日子过得也挺好啊 又是房又是车还两辆 还有一个儿子 你买怎么地啊 就是想让他这个脾气改一改 他一那个脾气上来的时候 也特别酱 就有一次 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就是 因为我们那房子 不是有点房贷吗 然后他那个钱就是还不上了 有两个月 他就想跟我父母借钱 如果借也可以 但是少借点行不行 他一张嘴就借十万 那你说谁家 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钱呢 完了当时我父母就没同意 完了他就生气 就跟我父母说了一些用不着的话 就说亲戚就是以后就不要再来往了 有啥意思啊 我就是后来回来说了他两句 他也就是不听 然后他好几天就没回来 就得朋友他住了好几天 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你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僵 对吧 你跟他父母的关系也很僵 对 公公婆婆不会帮你们了 岳父岳母也把你们给堵那了 我感觉他爸妈应该帮了我 是不是 因为是他提出要单过的 一直我的概念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可以互相帮衬的 对 然后他出来了 我是也说了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你可以啃你爸啃你妈妈 不是这意思 就这意思吗 我爸妈也是属于工薪嘛 工薪也可以啃呢 我不是这样人呢 你啃没啃 我从小到大我没啃过 没啃过啊 我不是属于啃老族 好吧 那你干嘛不搬啊 搬出来了 之前干嘛不搬 干嘛对这事这么有意见 干嘛搬出来之后 你还房贷要问他父母借钱 不借你就跟人闹矛盾呢 是他提出来的要 所以他要承担后果 对啊 还对啊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想干嘛 就是想好好过下去嘛 你想跟他好好过 对 想把这个矛盾就是解开 因为之前就是跟他离过一次婚 然后自己也不想再走这条路 不想再跟他离婚 就是想跟他就是以后和和气气的 好 是不是你觉得现在的婚姻有危机了 有 你是不是觉得他有点不太想跟你过了 对 就是拿我跟孩子不太干涂一事 所以你害怕了是这意思吗 是 心里还有儿子跟媳妇吗 儿子是亲儿子 媳妇也是亲媳妇吗 还过不 只要他能改正他的脾气 改啥 他的脾气可爆了 改不了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回了孩子我忍了 那你干嘛提这要求啊 想好好过不 过日子都想往好了过 好 这半年是每天晚上都在抹瓷砖吗 对 摸着良心说 在工地上工作 每天晚上 对 吃住有时候我经常在工地 什么叫有时候呀 那些时候呢 那我就回家睡觉嘛 人家说了已经分居半年了 我就问你这半年 是不是都是因为工作的 把手放下来吧 说实话吧 他是说分居半年 但是我买的那房子是两室一厅 他住他的那大屋带着我孩子 我住我小屋回这 还回家是吗 回家 那你怎么说在工地上呢 他就是回家很晚嘛 行行行 不说了 听明白听明白 分居半年对不对 不给家里交钱 对吧 就是交房贷 只交房贷 其他的生活费用不管 跟你父母的关系又不好 你跟公共婆婆的关系也不好 现在你害怕这个家要洒 散了 是这意思吗 对 这家会散吗 应该不会 你父母在什么态度对他 我父母对他的态度 也跟以前差不多 你们多久回家看一场爸妈呀 你说这个我就 他经常带我儿子回他爹妈那看 他姥姥姥姥爷了 而我爸妈呢 就是打电话他也不去 你说两方都是老人 我也气这个 为啥呀 关系不太好吗 不是对你做了什么了你 我去了就吵架 吵吵呗 那谁家过日天天吵架 为啥吵啊 其实我觉得倒是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婆婆 因为你现在年轻人过日嘛 就花点钱她也看不惯 然后 就你花钱挺冲 不冲 好 还有什么接着说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 她就看不惯了 什么事嘛 你们现在又不注意起了 生的还是孙子 带回家又高兴 怎么就不能回家呢 就以前的时候 就是对我有意见 那这么多年 也应该磨合了呀 那也是有的时候 到底是为什么 你说 主要还是因为她脾气不好 她跟你妈也吵 跟我妈也吵 你觉得你们婚姻有问题吗 婚姻问题就是 时间长了 这么一直分居待着 应该就是感情慢慢地 就磨蛋了 蛋了 丈夫说蛋了 妻子觉得危机了 这个婚姻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问一下先生啊 你的母亲和你的妻子 谁的脾气更厉害一些 脾气都挺冲 你脾气呢 我属于那种内向的 不吵不闹 也不担事 属于货悉尼吧 你这悉尼货得好吗 也不算太好 你想从她嘴里听个错字 可难了呢 其实我觉得 她还算是一个老实人 估计也是怕你 不敢多说什么啊 但是至少我听到了一点 在你想要复婚的时候 是你的婆婆 极力促成 所以你的婆婆 还是一个讲理的婆婆 怎么了 是她说得对了 还是没说对啊 对 所以其实我估计 你很多时候 跟婆婆的生气 是因为你实在 即便骂她 跟她吵架 没用 牵怒到老人身上了 实际上你的矛头 根本不是你的婆婆呀 是这个男人 你怒气不争 你这口气没有地方撒 撒老人身上了 但气就算撒到别人身上 能解决问题吗 女士 解决不了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来 包括刚才一说 这点你掉泪 你并不想离婚 她身上再多缺点 你还是留恋 这个不仅仅是因为 她是孩子的父亲 她身上一定有你 想要留下来的原因 所以你内心很挣扎呀 这么一个对家不够好的 不争气的男人 我为什么 又偏偏想让她 留在我的身边 其实你吵啊 闹啊 生气啊 跟公公婆婆关系不好啊 只能把她推得更远 固然说我们 提倡很多年轻夫妻 单过 但你的这个选择错了 因为她刚才 明明白白说得很清楚 她的父亲 骨骨头坏死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又做了一个 不明智的选择 把她的心推得更远 固然说之前住在一起 有啃老之嫌啊 但是一个骨骨头坏死的老人 确实需要 身边最好友儿女 她没有把这件事情 拿到桌子上去 指责你说你不孝顺 但她心里 打了个结 我支持你们 能够出来当过 都独立起来 但是 你对公公婆婆的孝顺 也要拿出来 这辈真心给她看 先生 你也别以为我说她 你就可以摘出去 近视眼有什么好做的 你看我们在座 都是近视眼 我看这个本子上说 儿子生病 你都不给她做饭 在家睡觉 那时候是感染我 确实很累 谁不累啊 你自己起来 不能起来做饭 你能不能拿出钱 帮她点个外卖 我问过孩子 她说不饿 你是父母啊 你要去指导她 该吃饭时候吃饭啊 你多卖推卸责任啊 我这也不是推卸责任的老师 我家孩子 也是让她妈给惯的 你还不推卸责任 她妈惯你别惯啊 你有本事把孩子 交成一个 不那么被溺爱 自己有主张的孩子啊 你自己做的不到位 你就要去谴责你的妻子吗 她有她的问题 她解决 你有你的问题 你面对啊 你凭什么都推给她呢 孩子说我要玩 不吃饭 你就不给她吃啊 你是小孩吗 所以你别以为 她和你的妈妈 关系不好 是她平气不好 是她不够那么懂 怎么去孝顺工作 你这悉尼货得太烂 太不担当 所以你才能在家庭 经济条件并不好的时候 去买一辆车 为了方便 你还不是为自己啊 既然成家了 既然有婚姻了 心里不能只装着自己 心有没有放在家 自己清楚 如果想挽回这段婚姻 请你面对你的生活 请你努力去 扛好你身上的蛋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于老师 你们这段婚姻 用四个字形同虚设 只是告诉人家 我现在有婚有孩子 用一个词 来表达你们的状态 赌气 你和婆婆 两个关系不好 脾气大 赌气 这边呢 你要单过的 那钱就得你家来拿 所以你们都在怂气 问一下男方吧 老婆是不是比较强势啊 对 其实生活当中 很多夫妻 都有这样的现状 一方 尤其女方更多一点 数落男方的不是 挑剔男方 但是我想说 总挑剔别人的人 非常强势的人 其实问题最大 挑剔什么意思呢 我有更高的标准 我是对的 我站在至高的一个点上 来攻击你 你是不行的 但是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不爱他 或者不够爱他 当你挑剔的时候 意味着他不如你 所以你告诉自己 他不值得我爱 你越挑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就一直告诉自己 我可以不爱他了 可以不需要那么爱他了 赌气 加上抱负 再加上 这种挑剔和数落 我一直比较支持 在你们俩的生活当中 要尽量的平等 不要一方 你得管制另外一方 在你眼睛里边 别人都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这个男人越来越笨 越来越不主动 挣的钱都不往家里拿 他再跟你欧气拿 因为你心不在一起 所以说你管的越多 你发现 你们距离越远 你得到就越少 适当地放低自己的标准 两个人 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平等对话 可能就慢慢消到了 彼此的怨气 然后才能有新的开始 说别人不好 自己一定也不好 容不下别人 其实是容不下自己 所谓的高标准 但实际上这些 恰恰拉远了彼此的距离 一个良好的婚姻 一定是正向的 而不是彼此在攻击 彼此在逼谁 那这个日子谁也过不好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来 图老师 你们离婚之后 要求复婚的是婆婆 就你所说的那个 刀子嘴舵服心的老人 人家想看一眼 孙子你愣是不让人看 你做得多绝 我都能想象 在生活当中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是多么趾高气昂的样子 结果这么折腾下来 离了父 父了有班 到现在为止 人家不搭理你了吧 跑这来求饶来 你真的应该按照 余老师所说的 首先看看自己 你到底想要 什么样的生活 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 想清楚了 按照自己的一个目标去 如果你依然觉得 我就是嫁亏了 拜托 你去找个好的 你想要的 找不到 你宁愿单身 如果你觉得 的确自己做得过分 我就踏踏实实 给婆婆认个错 经常带孩子回去看一看 自己别那么大火气 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她是因为性格所致 冲动所致 自觉后路 你从中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如果早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能够很有自尊的 捡起自己生活的尊业 跟她好好地谈一谈 她的暴脾气 以及对于你父母的伤害 以及履行起你对于孩子的责任 她不至于走到今天 过日子 像摊鸡蛋一样 摊在桌面上聊 谁也别阴谁 谁也别作死自己 好吧 真是苦了那两个老人 就这样吧 想过吗 想 你是真想 你是真犹豫 不是 主要是我受不了她那脾气 改不了 她如果真心想过的话 她应该可以改 能改吗 余老师你帮我做个分析 当真的利益要失去的时候 就能改 如果说不疼不痒的 那肯定改不了 明白了 有人说脾气不好 我没见着他跟领导发脾气 他只能跟别人发脾气 对吧 说得好 行了 余老师给你解释 我踏实了 他为了跟你过 对不对 能改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 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 背不住十年以后 人家不想过了 你想过了怎么办呢 那不能 自信了吧 好了 这个最现实 做人也好 婚姻也好 生活也好 不要打那么多的埋伏 事过了就过了 尤其是家里 确实应该跟公务婆婆道歉 道歉不丢人 恰恰有时候自己做错了 绷着不道歉才丢人呢 人不要太过分 手术了 开小车了 不回家了 改脾气吧 疯不疯 这算哪一出啊 就我现在还得整着你 你就得给我低头 低头了不就低眉顺眼了吗 我跟你说一个生活最普通的道理 婚姻生活当中是人家真的爱你 在乎你 他脾气自然改了 所以是你们俩一起改 而不是让他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儿子跟谁好 儿子喜欢他多一点 我的妈呀 你是够失败的了 不说了 日子都是自己过的 不是别人给的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都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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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觉浪漫吗 浪漫 刚才他们都说得对啊 就一个问题说错了啊 轿车可以买 拉老婆坐 听见了 来 拿走吧 谢谢你们 那车它要不给你坐 你就把它收回 回吧 谢谢两位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你会那么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跳 无法